更要注意的就是输入部分 所以输入的话就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因为输入的话 前面讲过它一定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INT把它转型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17 17的话它 输入的话一定是17的文字 然后就有INT的话呢 帮我把这个去掉 就变17的整数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可能要做哪些事 那我这个 参考的程式我大概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前面会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叫REAL OK 等于0的话 意思就是说预设它是 不会被其他数整除的 有没有 假设了0 或者你也可以打那个这个 如果不打0的话你可以打一个False False的话呢也是 等于不是啦 那1的话就True 所以 在程式里面 以后你看到0 你可以把它当False来用 1的话可以当True来用 那你想说那老师你为什么这边不打False呢 为什么呢 因为False字比较长 0的话呢 很简单嘛 0嘛 底下的话打1为什么 因为打True要打四个字 打 1的话只要打一个字 OK 所以以后你看到老师为什么你 每次要写这么短啊 你如果看别人的书里面写的都可能用False跟True 你不要觉得 这个为什么 其实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当然你可以打一个字你为什么要打五个字呢 对 OK 没有对错问题 OK 所以你们可以思考 因为程式 比较麻烦是没有标准答案 OK 所以我一直灌输各位观念 回去可以自己改 没关系 你可以改成你习惯的方 甚至上面的变数你可以改 其他的 像我前面这边 有给他取一个叫 这个Prom 这个变数我自己取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叫Prom 你可以叫别的名称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P好了 不要那么长 改成P OK 没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就是跑个 回圈 因为你自己这个数字 Prom的这个数字 如果除以什么 1跳过 1一定整除 2到他的前面一个数字 如果除完之后呢 不是等于0的话 如果都不是等于0 那就是指数 OK 这应该 很简单 OK 那所以我们就什么 For i Enrange 刚好这个符合我们要的 2嘛 然后到哪里 到这个Prom Prom的前一个 刚好就Prom就可以了 OK 你就不要把它加1 如果加1的话 那最后自己除字 一定整除 所以不行 OK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把它改 坏回圈 可不可以 这也可以啦 不过坏回圈 好像没有比较简短 所以就算了 OK 那if呢 如果Prom这个数字 除以什么 除以跳出来那个i 如果等于等于0 表示整除的话 如果整除 那表示呢 这个REALT我就把它等于什么 等于1啦 意思把那个 REALT这个数字 它表示说它被整除了 1就是True了 OK 那就它 再来底下就是针对这个REALT的结果 那就是做逻辑判断 如果REALT这里面的结果为1的话 那就不是指数 所以特别说 这个1 其实就是等于True啦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REALT1的话呢 放到这里来的话 那这if1的话 if1就是要ifTrue True的话就跑这边 就不是指数 反之就是说它全部跑完了 还都没有进到REALT等于1这里 所以REALT就等于0 就是FORCE 就没有被整除过 那它就是指数啦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不过后面有个精简版 跟各位讲 有同意说 老师那个REALT被拿掉 感觉好像那个REALT 虽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可以辨识说是否为直数的一个变数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 把它拿掉的话 当然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其实 后来试的结果是OK的 如果不要这个REALT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直接怎么样 如果它被整除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输出什么 print什么 直接就print print的话 把他直接 TAB一下 那就不是直数 那可是问题 反之的话呢 假设原来写法这样 就是 这边的话就变成说 一副 这边的话就变成这样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如果 它 怎么样 它被整除的话 那就是不是 反之就是直数 那如果这样看起来好像似乎 似乎可以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执行 请输入一个 的话 如果输入20的话 Enter会怎么样 20不是直数 20是直数啊 不许多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OK 那这没错 那如果17的话 Enter会怎么样 是直数啊 OK 然后它会怎么跑 是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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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直数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在回圈里面啊 它如果不是直数 所以它先跑二嘛 对 二 它不是直数 所以它跑四直数 然后再跑三 也不是 有没有 它所以 只要跑一次 它就四直数 那你跑那么多次干嘛 我只要一次就好了 所以你写在这里 如果四直数的话 那会变成这样 因为你要想办法 如果它只输出一次 就可以了 想啊 没有啦 大家可以一起想啦 不要老师很厉害 老师都在想 然后老师最后 其实 这个就是思考的点啦 其实我 我比较倾向就是刚开始 慢慢给你们 就是让你思考 然后以后的话 你可以藉由自己 的思考能力 可以把诚字写出来 OK 所以有的时候啦 当然 我们想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 最后变成说 老师都很厉害 然后学生 就变成说 老师我想不出来 然后你帮我写好了 那再来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改 就是说 如果 不要 这样的结果的话 所以应该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 把它break 掉 可是break 应该写在哪里 其实就是写在这个break 你这边把它写一个break 对哦 写在这里 break 这样会不会OK呢 看起来好像有点OK了 对不对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有时候程式就这样讲出来了 执行一下 所以在输入 20 有不OK呢 20 不是指数 又跳出一个是指数 所以它变成说这个地方 如果假设出入什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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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OK 17 OK 那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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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但你要再改 是不是 那变成 那变成 这个地方 如果再加两个break 加两个break 这样应该不OK 加个20 不是直数 然后呢 再来什么 17 是直数 对 OK了 当然有加两个break 可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是比较特殊一点 如果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把这个else 不要是配合 因为现在我们是if 配合一个else 那如果你把else怎么样 把它往前 就是shift untap shift加tap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break就可以拿掉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else 以前之前本来是搭配的是if 那我现在是搭配什么 搭配for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呢 我现在跑完之后的话 如果什么都没有跑到 那我才 跑这个哦 OK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更精简 不过这种写法比较特殊啦 就是for 其实还可以配合else 这个在python里面是OK的 但是其他语言不见得OK哦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for其实在python里面呢 是可以对应到一个else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在云端精简版里面要写这个版本 那你又少一个break 不过跟各位讲啦 反正最后你跑出来结果 其实跑得出来就很厉害了 我们现在试一下 OK 现在20 20不是直触嘛 那因为他跑完break了 对哦 那如果是直触的话呢 17 enter 是直触 对 那又少一行了 是不是 不过这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啦 那 是 啊 老师不是已经想要点出来吗 哦 没有 没有 是想很久了 我可能想好几天了 对 但是我这好几天 我不能在课堂上表现出来 对哦 我们也不是天才 我们也是要花很多力气在那边想想想 去try 对 去try 但是上课 就是最后就是表现出那个最后的东西啦 那只是说 哦 你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啦 这个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OK 那再来这个就把它存 储存好了 这存档我讲过 就把它存在我们固定的那个系列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 那就可以把它改个名称吧 那这一题的话大概就先到这边ending 就把它改成直触好了 好 存档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就 也是第三个单元 所以精简就在这里 第15页的地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就是把它改成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啊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证照考试题要考的第五个类型的题目 所以你们假设看一下那个第五类的证照考试嘛 目录里面的话基本上 基本上第五类的部分就是考那个韩式 OK 那有的时候是翻译成叫函数啦 那英文名称都叫Function OK 那Function的话实际上其实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有回传词的 一种叫做没有回传词的 OK 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刚刚的程式写成什么 写成这两种 一个是没有回传词的 一个是有回传词的话 那该怎么写 你可以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第五类型 那要怎么去建立 首先的话底下的话我们大概两类 第一类的话是没有回传词的这种写法 那没有回传词的话怎么写 有回传词怎么写 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要不要画 试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个精简的程式试一下 就这一段 第15页的部分 待会再来把它转成那个 所谓的制定函数方弦部分